中方欢迎一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促进共同发展的倡议 我们同时认为 不同的相关倡议之间 不应该是相互替代 相互排斥的关系 而应该提倡兼容并序 沟通协调形成合力 中国双方在互联互通大方向上 有着诸多的共识 完全可以形成互谱 共同促进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 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美国和欧盟 都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 三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更不应该进行零和博弈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 并起冷战思维 坚持开放合作 对话协商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各别的西方政客 特别是美方的一些政客 鼓噪所谓的强迫劳动 使之是打着人权的幌子 搞政治操怒 干涉中国内政 遏制打压 中国特别是新疆的发展 这种做法呢 是不道德的 也是卑劣的 一定输的生效 体现了中俄两国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也表明两国致力于 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坚定决心 将为维护国际军控体系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做出重要贡献